请来增成 吃贵的东西 吃贵的东西 我都想吃贵的东西 吃贵的东西 我都想吃贵的东西 那些是贵的东西 贵老板应该不太促习 今天也会来吃贵的东西 吃贵的东西 这个东西很珍贵 它要适合时间 现在的时间是对的 它的价钱在同类型中 也算贵的 今天的价钱 听说 8元左右 说的是 荔枝菌 有荔枝菌? 我也想吃 你也想吃? 现在是不是时候 荔枝菌? 是时候 你有没有 有没有 有我也吃 荔枝菌有没有 今年 有 我听说这些很难找的 一般未天干 两点钟左右 就开始上山找的 因为它每个钟头都会有变化 荔枝菌真的要脱缘 不是每个人说 有时候像你上山 就是明知道有 你去挂一圈都挂不到 有时候有其他人 可能会有 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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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可以 再一点 我吃了什么 荔枝羹 我们要吃的荔枝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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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了 今天是$10 为什么便宜了这么多?我不吃 我要吃的贵 我记得我上两个礼带 吃的那天是$800多 有的 有便宜 一件有两半 要买 你买我 荔枝羹开吃到什么时候? 正常 应该有两个月 我们分了三种级别 女孩子还没开 早上8点、9点 她又悶开 这么快就开了? 对 12点钟去过 已经开阵了 2、3点的时候已经开阵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这要回归 你不是负责吹水吗? 吹水里面做东西嘛 幸福大力 又做又吹的嘛 又做又吹 这些就是专业了 是吗? 是吗? 那些盐 有没有发生油 可以的了 可以的了 你每次吃到鲜菌 才会有鲜菌 鲜菌 植物的清爽 以我对粤菜的认知 一样可以用盐精 是说明了 师傅对食材的味道很有信心 才敢这样做 因为没有味道 油盐蒸 但如果食材够好 鱼菌 其他食材够好 就敢油盐蒸 吃起身的说话 有点不同 跟上次在罗刚吃的那些 这次老板的处理方式 它的味道很漂亮 它会重一点 鹽多一点 反而它的鲜味 鲜味和鲜味 鲜味和鲜味 很棒 简单的做法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放点荔枝菌 先试试它 清淡的鲜香味 它会浸泡的其中 令到这一款加长的汤水 变得更加有味道 嗯 好舒服 但我嫌你的鲜菌 不够脆口 即是鲜仔 鲜仔 即是鲜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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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鲜仔 油也很漂亮 它就是鲜仔 是的 我们真正的产品 你看这个是本地的 我们的鲜仔 你看这个 他们喜欢吃的 我不是 我妈妈 这个是增成十五枝 三枝 发展香港的增成的产品 增成的产品 是不错的 是吗 这么大使命 老师 哈哈哈 吹死嘛 我这里指的是每个季节的菜 吃季节菜为主 吃新鲜的食材为主 即是吃东西 吃反贵 不是不好吃 但是呢 即是人的结构是不相反的 是吧 生的自然也一日足够 但是这两年大家越来越厉害 吃荔枝 滚 一再做功课 一再跟当地的大佬们沟通 就是说 今天是6月21日了 大概还有半个月时间 可以吃的 所以大家想试一下 真的可以过来试一下 因为它当初有些文味的 的而写确 是其他的孤菌类 比不了的 重点是 它一年 可以吃的时间 就是这么短短的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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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